- 悠悠,我是魯特 哇,這個雨已經下了不知道多久了 在家也待了好一陣子 終於今天放晴了 同時我們也偷得浮身半日閒 很臨時的決定用這短暫的時間出門騎車 不然悶在家已經悶到快發美了 而這半天的時間可以說是變成我們在這個美雨季中的救贖 說真的如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一定是會想要來一個沒有1000公里不回家的行程 礙於只有半天的時間 親信自己住的是台中 從台中出發、往北、往南都蠻近的 同時也不會有太多的時間壓力 最後選擇了台南嘉義作為今天半自由的地點 連在出發30分鐘前我都還沒有決定要出門騎車 所以想當然的 當我在騎上西兵之後 只知道目標是嘉義 但具體要去嘉義的哪一個位置 是完全沒有頭緒的 相信很多朋友多數的時候應該也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想要騎車 但是不知道騎去哪 因為在魯特剛開始騎車的時候 也是一直想著 今天要騎去哪裡 哪裡才會有漂亮的地方 然後就會有很多地方慢慢浮現在心中 但是每個地方都會覺得 好像都還好 好像都普通 好像有點遠 最後就敗在自己的那一關 就不出門了 不過在經過了這幾年的漂泊之後 我發現最好的辦法就是 鑰匙拿了插上去發動 先上路再說 越想只會越陷入在那個迴圈之中 最後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就會變得很痛苦啦 而都說今天偷得浮身半日 閒了 當然就是來個海線行程啦 沿著西兵一路往南 一路上邊看著風景邊騎 騎著騎著 就這樣騎到了七谷 七谷對我來說 還是算是比較陌生的地方啦 因為以往都是在北門的時候 就接到了台巴四線 往玉井的方向去了 一路騎到七谷 最後決定 先來去最近很夯的 粉紅餘溫朝聖一下 經過了北門之後的西兵 車潮明顯減少了很多 陪伴我們的 除了很有緣 遇到的上世代觀眾 去德恩雅納騎車的車友 身下的風景 就是出現在快速道路兩側 大量出現的餘溫 七谷位在台灣本島最西端的行政區 其中台灣的集西點、國聖燈塔 就位在七谷 集西點除了代表台灣地理位置的最西邊 同時也代表著 七谷是個領海地區 早期其實是台江內海的一部分 後來逐漸慢慢轉變成了陸地 地形大多都是紅樹林生態、石地、沙洲、西湖 其中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位在 曾文溪出海口石地的黑面皮鹿保護區 台灣的餘溫又64%集中在西南部的沿海地區 而西南沿海地區中 又以台南所佔的34%比例最高 餘溫的故鄉就是在台南了 從高架上面一路下了西濱 沿著南山巴香道 經過了不知道幾座餘溫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 顏色看過去 有一點詭異的粉紅餘溫 看起來比較像紫色 應該是因為幼比以前更營養 說粉紅餘溫 我是覺得有那麼一點不正確啊 比較像是粉子餘溫吧 一開始看到這個顏色特殊的餘溫 你可能會以為是水質被污染了 但是這是因為要改善水質以及土質 在池中投入光合菌的菌母 在菌母經過了大量的繁殖之後 改變了池水的顏色 呈現的粉紅色就是光合菌的顏色 水產養殖中 預先施肥的這個動作 也稱作作水 是很重要的前置作業 不只只有在台南的七谷 整個台灣西南沿岸 這都是常見的景象 像是彰化 嘉義沿海 也都有這種 漁民的調色盤 蛇 海鷹 海鷹 魚都陰陽到死掉 我覺得它那個 那很多隻狗有沒有 我在那邊一直看有沒有 應該是想吃那個魚 可是它沒有辦法 它不敢有用 因為他覺得這個吃 所以怎麼那顏色那麼奇怪 才剛說完 原本趴在魚蚊入口處的狗狗 應該是八豆腰想吃魚了 現場在表演完抓魚秀之後 抓上岸 直接嗑了起來 還是要很老實的跟大家說啦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魚蚊的池水 真的是太營養了 在魚蚊的岸邊 漂浮著滿滿的魚屍體 當天我到這邊的時候 順風的方向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不過我一種要逆風處 那個味道真的算是蠻刺鼻的 其實今天非常的零食 原本出門的時候想說沒有要拍片 可是當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還是決定 幫我們拍一下片 然後剪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人在旗鼓 那說實話我對旗鼓這個地方 是非常的陌生的 因為從以前騎車 我們西兵只到哪裡 旗鼓我們就必須要左轉 如果要往台南市區的話就要左轉 這次我們右轉 再往下那邊是國勝燈塔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旗鼓粉紅魚蚊 它這邊其實是一個魚蚊 那從空拍機的畫面上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魚蚊有別於其他的魚蚊 它已經變成了 他們都說這是粉紅色 可是 是我 是我肉桿還是怎樣 我怎麼不覺得這是粉紅色 它的那個色相呢 已經偏向紫色的那個色相 從空拍機畫面上看到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漂亮 可是從現場看到呢 其實還蠻震撼的 那個水他媽太營養了 超營養 營養到呢 裡面的魚已經全部死掉了 所以呢很多人來拍 他們可能就會避開那個 像它旁邊這邊有很多 死魚 說死魚好像有點難聽啦 就是它旁邊現在有很多魚的屍體 因為我們今天我們來的方向風是往這邊吹過來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正在右手邊這個岸邊呢 是還好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一旦站過去第二條有沒有 我現在手指的這條 我現在手指的這條 下面這個白色的全部都是魚 魚腥味超重的 然後有點臭 美景的背後呢 通常都是有無數個微小的生命 在為我們奉獻 在為我們付出 拍照拍起來很好看 空拍影片錄起來也很好看 可是實際走在這邊的時候呢 滿滿的感傷 所以我決定我們要轉換一個心情 然後去一下白水湖瘦島 然後去完白水湖瘦島之後呢 我們再去東石吃個海鮮 然後完成今天半日嘉義台南遊 準備要出發了 GOGO 準備要前往我們這個白水湖瘦島 我們準備要去蹲馬桶了 GOGO 在這個粉紅魚溫 其實待了滿久的一段時間的 接下來我們繼續啟程 準備往北騎 回到嘉義 去一個我已經笑想了很久 這一次終於有時間可以去的瘦島 即將前往的這個瘦島 我相信對很多人來說 應該是個不算陌生的地方啦 我在一開始就知道有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是一直就很想要去 不過近期因為時間的因素 沒辦法好好安排一趟短行程的輕旅行 就大概從去年拖到了現在吧 這一次終於有機會可以前往 所以在離開了粉紅魚溫之後 心情還是比較興奮的 沿著西濱我們一路北上 在布袋下了西濱 這裡在之前口無休息站還沒開放之前 每次只要走西濱 累了我一定會停在這邊休息 很有漁村的氛圍 沿路就這樣走走停停 一路往東石前進 進入瘦島前的最後一段路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都是在同一個堤房上 但是Google Map會跟鬼打牆一樣 右轉又左轉 急轉之後再接個回轉 魯特是比較建議如果你沒有來過的話 到了這裡之後就可以把地圖關掉了 因為雖然要一直轉來轉去的 但其實我們都是騎在同一條路上 去城的風景很棒 接近日落的時間來到這裡 是真的蠻有那種騎在澎湖的感覺 最後在騎了將近一個小時 我們也從台南的七谷 來到了嘉義的白水湖壽島 地名的由來 有一個魯特覺得非常美的原油 白水這個名字 是因為在每次海水倒灌之後 鹽田的鹽 會呈現一片一片白色的鹽海 也算是非常詩情話異啦 雖然名字的由來詩情話異 但是現場的環境看起來 卻是如此的殘破 當我們剛抵達這裡的時候 潮水還沒完全退去 水面掩蓋過道路 電線桿以及路墩 過了大概30分鐘之後 原本的水面 也很有感的逐漸下降 I wanna come without your heart 跨過連接繁榮與廢墟的道路 就好像進入了一個戰後世界 建築物因為長期海風的侵蝕 而荒廢許久 只剩一根又一根的電線桿 守護著殘留的道路 來到瘦島 時間不知不覺 就好像凍結了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 它叫瘦島 那這個明明就不是島 你偏偏說它是島 我也不知道它瘦島 到底指的是哪一個島 這裡最特別的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這個 我們這條路 在漲潮的時候 我們海水會淹過去這個路面 退潮的時候 我們的路面會重新浮現出來 他們現在好像都會拍兩位 那個海巡署的人員在這邊駐港 他們的制服就是取色的 非常帥氣 露天廁所 大家來都會去那邊哭本壽 可是小弟今天到了這邊 沒有任何的尿液 也沒有任何的食液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沒有要去頓公測了 其實我今天來的時候 不算做太多的功課 因為畢竟我是到了 漆谷的時候 我才臨時決定要拍別的 所以今天其實我根本沒有 做什麼太多的準備 也是空拍機 幸好今天空拍機有帶在身上 真的沒有打算 原本沒有打算要拍片的 可是我覺得今天來到這邊 運氣真的非常好 來的時候剛好是退潮的時候 剛才下去小走了那一段路 個人是覺得走來上面 清態有點多啦 要小心一點 有點滑 再加上現在這個陽光 海平面蠻低的 就會退潮嘛 反正整個看起來呢 我覺得甚至 就是有那麼一絲 比澎湖還要再美一點點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裡 是一個蠻適合就是如果 今天你只有像我一樣 因為像我今天只有半天的時間 我也是早上10點多才出發的 來的時候絕對要帶河的 這支持一下我們在地小農攤販 因為這邊我覺得 真的可以讓你坐上蠻久的時間 現在這個季節來 風吹過來非常的舒服 就算太陽很大呢 也不會感覺到熱 反正我們現在就在那邊休息一下 這邊離不斷很近 那我們等一下呢 是準備前往東石 再往北騎一點啦 好啦反正我們今天就是 非常放鬆的半日遊 好啦準備要出發了 GOGO 來到這裡的朋友 也不要忘了這個無敵海景馬桶 這次我們被即將吸下 夕陽迷惑助爾 最後沒有去跟這個知名地標合照 只好留一點遺憾 下次再來蹲馬桶 魯赫覺得這次來到瘦島 我們其實算是很幸運的 在剛抵達的時候 水面會淹過道路 而在準備要離開之前 潮汐也剛好退了 陸墩也慢慢漏了出來 算是兩種樣貌 一次享受啦 離開瘦島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晚上7點 在騎了將近30分鐘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東石漁港 準備在這裡用蚵仔 結束今天的半日遊 來到東石漁港的時候 因為很多店家都已經關門了 最後找來找去 就直接走進這一間 大家烤仙科 大家烤仙科 帶大家一起來烤仙科 今天我們走的行程 就跟彭湖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早上去看海 晚上來吃那個 仙科吃到飽 好爽喔 現在我們的烤仙科終於來了 一個人多少 199塊 一個人199塊 大家愛烤仙科 現在來的時間7點 所以我有點太忙 因為它只開到7點半 這裡啊 因為他說晚上之後啊 人就會變很少 所以如果你要來的話 你要來大家愛烤仙科的話 來烤仙科還是愛烤仙科 大家烤仙科 大家烤仙科的話 你就要早點來 不然它只要7點半而已 開放點30點 要8點 肚子超餓 一整天又沒吃東西 大家愛烤 大家烤仙科 哥哥 謝謝啦 謝謝 這老闆娘他人很好 他在提醒我們 叫我們烤快一點 太有良心了 太有良心了 你如果覺得不錯 那個Google 大家烤仙科 在老闆和五顆仙科 有有有有 會有 我們今天 尊榮集的享受 我們兩個人做了 死人桌吧 死人桌 然後用了兩鍋在烤 好帥喔 老闆娘人超好 哇 肥喔 好你趕快吃 再吃再吃 我覺得吃這個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他吃的時候很好吃 第二個就是你打開它的時候很有成就感 呵呵呵呵呵 因為一顆你可能就要開10分鐘再打開吧 現在時間來到我們9點 我們現在人在中油東石站 剛吃完我們烤仙科 現在精力充沛 可以再騎500公斤 然後我們剛加完油 等一下呢 我就要準備騎我的 舉白回台中了 這一步我還沒 我現在還沒剪 可是我已經預想得到 時間應該是蠻短的 因為今天 好多蚊子 因為今天我們總共也只去兩個地方而已 現在這邊蚊子很多 所以我講快一點 那希望以後啊 也有比較多這種 輕旅行嘛 我們這個算輕旅行 半天 不用到一天 就半天的行程而已 然後可能嘉義啊 雲林啊 苗栗啊 比較近的地方 就給它隨便騎一騎 個人是覺得也是蠻不錯的啦 就是不會一直 每次出去 就是直接幾百公里 然後回家剪片的時候 又剪的 比較久一點 片長又比較長 那這一步預計 個人預計 20分鐘吧 20分鐘也蠻多的啦 對 可能也不到20分鐘 個人消消的嘗試 現在呢 已經下起了微微的細雨了 希望等一下我的西冰 還有你的西冰 我們可以一路續航 再見了 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 在你們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 分享啊 我是魯特 我們 下次見啦 掰掰 觀眾請 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